九弓纵横 考虑选手的战术策略和知识积累 九个格子对应九本书 题目围绕书本展开 答对一题站立一格 答错 格子属于对方 率先将横 数 鞋中的任意三格 连成一条线即胜出 若双方都未连成线 则拥有格子数多的一方胜出 九弓纵横 短兵相接 马上开启 这因为二位是队友啊 对象本就你们内部来商量一下 谁打我们的第一题 也就是最左上角的那一题 我觉得不用商量了 肯定应该是宇全来来打第一道题 女生先来 对对对 谦绕君子之风 宇全 我们来看看是哪一本 笔记小说大观 手不熟 完全不熟 完全不熟 这一题恐怕要是数个的了 我们请千惠出第一题 这是一道视频题 请看大屏幕 墨上花开 可缓缓归影 请问在刚才的视频片段里 墨上花开可缓缓归影这句话 最早是谁说的 答题开始 我有看过这个剧 然后我看剧的习惯就是 还蛮喜欢去查 就是那些剧的 有一些古文出自哪里 因为像《甄嬛传》我看了八次 就是每一个那个诗词 都有去查原点 这一句我刚好知道是前流 对 她是 好像她的妃子 还记不太清楚 妃子回娘家还是怎么样 然后她明明很想她 可是却说 你可以慢慢来 慢慢来 其实就是不急 但是心里其实很急 应该是前流 她答题的过程当中 一大半时间 眼神没有离开过杨阳的脸 台湾很多女生都说 这一出戏叫杨阳一笑很清晨 小迷妹一个嘛 冷静 我们请千惠 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前流 这个答案那必须得前老师来 前流我们知道 都跟咱们浙江关系太大了 她是我们五月前世的始祖 按照我们的家谱 我是她下来第三十五代 那么这句话非常有名 因为默默含情 非常有深情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羽权见了 这么一个小伙子 说这么一句就 啊 大家认为 这个小伙子引用这句话 很确切吗 很感人啊 这句话是前流 对她的这个王妃装目 是在我部人 无视夫人讲的 其实对自己一个 已经结婚很久 这个 供这个供欢到过来的一位 所以才感人啊 人家是那个洋洋感人 哎 我觉得她 没有说出来什么都感人 所以 她说什么都感人 是 其实这个典故 比较适用于 已经是夫妻 就思念妻子 丈夫在家 那么她每年春天 吴夫人庄木夫人 都要回临安的 那次没回来 她说哎呀 花已经开了啊 你不用敢 可以慢慢回来 主要是用 很感人 很感人对不对 勇敢慢慢回来 其实心里很想要她赶快回来 我觉得我就是一吃瓜群众这样 她那个 她最合适的这个典故的使用 是用在夫妻 特别是老夫老妻之间 当然 现在大家 年轻人反正也都是叫老公老婆的啊 所以用也没错 感人 非常感人 第一题顺利答对 所以第一格归宇全所有 好 刘树 到你选了 第三行中间那个 啊 选择她的理由是 稳妥起见一种战略嘛 如果不选第八的话 那我只要再错一个 那就真把自己逼到绝境了 啊 刚谁说不忍心下手来着 思路特别清晰了 我还是想珍惜跟宇全在一起答题的 每一分每一秒的 啊 她现在眼里只有洋洋 啊 啊 这样我伤心了 墨上花开可以缓缓答应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格 对应的是哪本书 史记 我们请千惠出题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请根据给出的信息 填写人名 答题开始 对 这个 这个 战必胜功必曲啊 指的是韩欣 然后运筹帷 维幄决胜千里呢 这个指的是张良 然后镇国家给溃响呢 这个指的是萧和 这个是刘邦在点评自己的 这个背后是称为西汉三杰的三个功臣的时候说的话 回答正确 我觉得这提出的真好 对 他没有就是光说这三句话是谁说的 他这是一个楚 这边一个汉 其实这是在讲用人的道理 刘邦著名的三不足 他说呀这些人我都不如啊 我不如萧和呀 我不如韩信呢 我不如张良啊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都能够为我所用 所以我呢打败项羽 项羽就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 所以他虽然是这个力能钢柄 力拔山西气概式 他最后还是不如我 我觉得这是人主的一个自我反思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论 对 你看汉形成一个炸 就炸过大王了 你看 我们通过这道题了解了利波老师 在闲暇时间的一些生活 我还好 好 这道题没有问题 答对了 对第八格归留书 接下来让我们选择继续 李泉选哪一个 大家主要选哪一个 主要第五格举手 好 第五格 第五格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场观众建议第五格 对 看看是一个好建议 还是一个坑 好不好 好 来 第五格是什么书 请看 北医史 我真的对史超不熟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了 千惠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请推断 横线空缺处 这位引领时尚潮流的人 是谁 答题开始 三朝国葬 有一个人三个女儿都当皇后 那个 好像姓独孤 独孤姓 独孤姓 应该是 可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她是美男 一百块都不需要 真的吗 独孤姓是你给的答案 对 好 千惠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独孤姓 谢谢大家 跟我选第五个 你直接就开始能够去找那些最关键的要素 如果换我看这道题 肯定会被其他很多东西分散掉我的注意力 买东西要先看标题 才知道搜什么关键字 像我都搜羊羊 没有啦 神套 我搜神套同款 好 听导师们点评一下这道可爱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宇全这两道题都答对了 得益于这个迷妹的幸运 你看 从当代的小鲜肉 到这个古代的小鲜肉 独孤姓这个戴侧帽 它是无意间创造流行 它平常又不是这么戴 它出城打猎 打猎晚了之后 说是城门要关的时候 战乱时期要宵禁的 手下告诉他赶快回 然后他就策马狂奔 然后进了城门 那个风啊 风阻比较大 说是这样 好帅感觉 他开到大概一百码以上 这帽子就有点风吹地测下来 第二天早晨一发现 全城男子都是测帽戴的 全城人都在学他 这叫创造流行 好 接到可爱题目之后 第五格归于全所有 刘叔 我选9 我选9 水浒传 怎么样 这树哥已经坏了 肯定比不了莫轩 但是也算略知一二 好 切会 水浒传来 请出题 这是一道配音 被大家一致看好的刘叔 张青是基建部工程师 李云是接待处长 最终涉嫌过关 回答正确 但导师们对此却有另外一番 意味深层的读解 对 老师们讲解一下这道题 我认为这道题等于是 对他来讲是毫无难处 但他在这差一点点 马是前提啊 对 如果这道题输了 那就结束了 对 你没有办法和雨泉 再接着比赛下去 对对对 可不就是吗 我其实觉得啊 今天刘叔一直应该打一个心理战 对 因为心理战到现在还没打赢 还没过关的 好好平复一下你的心境 比什么都强 对 他答对了 太厉害了 堵死了你的路 第九格归刘叔所有 选七你必须答对 你答错 刘叔一条直线 没关系就七吧 就七 跟树格一样就是 赌他的路 不是就是认真跟他比 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 是哪本书 诗词是我的强项 送死三百首 打开题目之后发现 请全门背诵 不会不会啊 来千惠请出题 这是一道图片关键词题 请看大屏幕 根据字符图片参议位 宋代词人 答题开始 很难度 你没难度 没难度 真的没难 柳 柳树 柳树 好 我的吗 叫到你了吗 我在这儿 屯田 我想不到其他的就是柳屯田吧 柳勇 可是我真的 啊 啊啊啊 那个柳三变 柳三变 柳七 柳七柳三变 柳勇 但是他还有两幅图 不是特别想的明白 没有 我想到了柳三变 然后柳七 最后两张图是他的名字 然后前面两张是他的外号 看着千惠的嘴心 因为在声音传过来的过程当中 光比声音的速度快 千惠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柳勇 正确 你这个也属于一波三变 跟柳树刚才打那道题是一样 对 纠结到最后 都开始倒数计时了 只有最后一张图比较明显啊 其他都好抽象啊 这题目不难啊 我再问一下 你觉得这两只蝴蝶在提醒你什么呀 我在想蝶恋花 有写过蝶恋花的词 还有呢 我觉得出题真的水平高 不在提醒变嘛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画蝶蝶变 一直是这样一个跟蝶相关的嘛 而且刘勇写风月词 所以的花前月下 这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把这花放在这 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我跟你讲 他把你的路也给堵死了 第七格归宇全所有 张宇全取得第七格后 先发优势明显 显出灵力空虚 刘兽只能选择起一被动防御 资质通鉴 又是他的强项 答案是陆东站 势力达背后 两人的命运 并在第四格 不期而遇 看张宇全是否能一举攻下 晋级三强 第四 这个不需要太多考虑对不对 肯定是选第四的 嗯 苏东坡传 他如果出文我就糟了 可是如果出诗应该还可以 千惠 请出题 这是一道关键词题 请听题 关键词 猜苏氏的一位好朋友 关键词一 关 关键词二 诗 关键词三 账 关键词四 柳 关键词 猜苏氏的一位好朋友 关键词一 关 关键词二 诗 关键词三 账 关键词四 柳 答题开始 那个 诗跟柳穿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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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跟柳穿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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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有关跟杖 没有 但是 诗我确定 因为 其实刚才在念说书士的好朋友的时候 我脑海里就已经开始在跑一些人名了 可是绝对不是考诗词好可惜哦 这也算是考历史 看着我严肃的表情 确定吗 确定 千惠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陈济棠 回答正确 耶 恭喜你瞬间连成了一条线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知识点的不足 对不对 刚才两个字知道 关跟状 另外两个字不知道 关跟状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他老婆是柳氏 然后河东诗吼 关嘛 就是那个方山冠 就是一种帽子 就汉代以来 他其实是那个祭祀的时候月宫戴的 文人是不屑一代 陈济棠是非常独特的人 其实陈济棠也非常豪俠 射箭 非常准 和苏东坡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就是 他平常喜欢戴着方山冠 特立独行 后来苏东坡 也是弄了一个东坡帽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帽嘛 主帐落手 心茫然 你都说到 河东诗吼了 他就写他那个 对对对对 不闻河东诗吼 对对 主帐落手 落手心茫然 想起来了 然后河东柳氏 这不就出来了 其实我特别建议 这个问题都是想起来 宇权因为你一直在台湾 学习和工作嘛 有机会可以去山西 柳氏 柳氏名居 保存的非常好 我到那里去过 我到那里去第一时间 碰到那几个女婚 我老觉得 这是不是会好一场的 其实没有 但是柳氏名居 保存的非常好 河东柳氏 我们先来听听 导师们对于刘树 这一季中华好故事 表现的一些评价 我和蒙曼老师 跟黎波老师 我们一直在 我们也会揣测 谁能最后夺冠 宇权你不要生气 反正那个时候 我认为刘树 应该是走到最后的可能性 它是最大的 但是我想 你这个书在 与权手下 你也是无怨无悔 也是服的吧 对对对 而且这个没有谁让谁 这是实力的比拼 对 刘树是一个很渊博的选手 台上台下风范都很好 我想送给刘树一句话 是刚才你们打比赛的时候 打出来的一句话 墨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我觉得刘树有的时候 还可以更缓一些 更合一些 对 谢谢孟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